接着来为你播出的是 由天堡旅游冠名赞助的晚间粤语新闻 新当选的多事市长庄德利 昨天下午在事业会门前召开记者会 公布新市长团队成立之前 会建立过渡工作小组 美国一支搭载了太空船的火箭 升空6秒后爆炸 暂时未有伤亡报告 各位观众晚安 今天收提星期三 10月29号的晚间新闻 我是刘家印 新闻的详细内容 一个二十几岁的男人 今天在多事东面一个地铁站 光天发日之下被人刺伤 警方在案发之后 寻找两名疑犯 案发在今天上五十一点半左右 警方说 见到两个疑犯 在Victoria Park地铁站 刺伤一个年轻男子之后 沿着Victoria Park Avenue 向南逃走 至于伤者的伤势 警方就说 伤者在宋院时甚至是清醒的 刚刚当选多市市长的张德利 昨天下周在事业会门前 召开记者会 公布建立过渡工作小组 为他提供相关的管理建议 张德利的过渡工作小组 包括一个8人的团队 主要向他提供管理 和构建团队相关事宜的意见 和一个19人的过渡委员会 帮他尽快着手 推行竞选政纲当中的各项政策承诺 包括交通和住房等等 而这两个团队 都是由前任副市长奥提斯负责主持 有22年多市议会经验的奥提斯 可以说是元老 在以前赖善文当市长那阵 他担任副市长 主持议会大会 2010年 他又主持过福特的过渡委员会 在安省市政选举中 不得庄德利 不能成功帮弟弟 出任多伦多市长的杜格福特 据报会考虑 竞逐安省进步保守党党会 杜格福特据报 在市选结束之后说 有意保留竞选团队 以竞逐安省进步保守党党会 有报道说 杜格福特认为 过去六星期的竞选市长工程 有利他竞逐党会 杜格福特虽然在 市长选举中落败 但是他在移逃逼谷 和士加坡的得票率高 在全市亦都得到 超过33万张选票 安省进步保守党 会在明年5月 选出新党会 接替在省选过后 已经辞职的胡达克 杜格福特一旦决定参选 他的对手之一 就会是代表 贵比市选区的省议员 埃利奥特 埃利奥特是已故 前联邦财政部长 弗莱厄蒂的遗伤 而弗莱厄蒂生前 和福特一家人 关系密切 另外 代表厄太华选区的省议员 麦克努德 也会考虑竞逐党会 今次党会选举的 截止报名日期 是到明年1月30号 多伦多现任市长福特 预期今日 会再次去到西乃山医院 接受电脑掃描 以确定 是否需要接受第三轮化疗 福特上个月 被确诊腹部有肿瘤 其后被确定 患上罕有的 癌症恶性脂肪浴瘤 医生之前说 会先为他进行两轮化疗 然后会视乎肿瘤有没有宿势 再决定之后的疗程 包括是否要做手术 福特日前说 如果肿瘤已经缩细 他会接受手术或者电疗 福特在患病之后 退出争取连任市长 他在前日举行的市政选举中 即是仪徒逼谷北选区 当选市议员 联邦运书部长雷德 公布一系列新规例 希望可以提升国内的铁路安全 这些措施包括 加强手动杀制系统的要求 增加进行审查的 运输部职员人数 对原油性能进行更多研究 以及要求铁路公司 成交训练计划 给运输部审议 联邦运输安全局 日前发表报告 对全国两间最大的铁路公司 以及涉及灰省美干体 湖珍火车出轨爆炸惨 的铁路公司作出批评 自这三间公司近年都无按照规定 向当局背报所有意外 美干体湖珍在2013年7月 有一辆无人的运车员油列车 在斜坡上的路轨滑行 冲入市中心 有多个车卡出轨 并且爆炸起火 事件造成47人死亡 市中心带片区域移为平地 现在先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会有国际方面的消息 天保旅游提供专业旅游服务 总部位于加拿大多伦多 在北美和中国共有12个分社 地面接待能力强大完善 致力发展网上旅游消费 足不出户完成机票和旅游团预订 保证你自由出行 网络空间风采无限 天保旅游 让您的人生旅途更精彩 柳白在丽湾湖摸摸摸摸了几十年 哪个为市有摸摸 他可以说是了原市长 8月15日一般是吃田螺 就是说吃田螺聪明 年轻人可能不知道究竟是什么 不过老一辈的广州人 应该马上就会勾起童年时的回忆 整好之后拿出街 从大家的小巷走 大家看看谁算得漂亮 谁算得漂亮 羊包真人是一对夫妇 夫姓羊 妻姓包 两夫妇是村里面出名的善心人 明末正初 这对夫妇在海边经常为渔民看病 帮渔民做道场祈福 霞冲村民 澳头金门堂村民 价价户户将登结彩 感旗飘扬 扮製品 舞龙 舞诗 抢炮台 唱学佬戏 热闹程度 远远是胜过过年 19岁的女子小宇 前一阵从老家站江 去到广州打工 随后和家人失去了联系 之后小宇的家人 就接到了勒索的电话 发展了什么 但是我都没有找到 广州东站将可能开动 设直通潮杀 但是否开通及具体开通 时间尚未确定 530米高的 广州州大福金融中心 明天即将封顶 引章天河路视频大赛 今天班长落幕 各位观众 晚安 继续是新闻时间 国际方面的消息 美国一支 搭载了太空船的火箭 升空6秒之后爆炸 损失超过2亿美元 暂时没有伤亡报告 火箭在福吉尼亚州的航空基地 点火发射约6秒之后 爆炸坠毁 形成巨型火球 事发在当地星期二傍晚 出事的安塔瑞斯火箭 搭载天河座 无人科运太空船 原定为国际太空站 捕给物资 这次意外没有造成伤亡 但是就造成经济损失 这支火箭和搭载 补给和设备的成本 就超过2亿美元 还未计严重损毁的地面发射台 火箭低属的美国轨道科学公司 近年获美国太空总署资助研发火箭 暂时未知爆炸气因 斯里兰卡发生山泥倾射 当局相信超过100人死亡 仍然有多人失踪 山泥染埋了过百间房屋 范围超过3公里 当局出动500人 利用重型机械救人 继续挖出遗体 由雨入夜 加上天气不稳 当局暂停手术 山泥倾射的地点 位于首都科伦波尔东 约200公里 当地早上大雨引发山泥倾射 掩埋生产茶叶原区的工人宿舍 导致严重伤亡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深入利比利亚 采访美军到当地协助抗疫的情况 有分析认为 虽然美国出动军人抗疫 但是和有效控制仍然有一段距离 国际社会必须加强支援 美军在利比利亚 其中一个最严重的伊波拉疫区 设立了流动实验室 令伊波拉测试结果等候时间 由原本的6日 大大缩减到4个小时 实验室附近也有治疗中心 被伊波拉患者接受隔离治疗 虽然美国派人增援 但是职员说 抗疫仍然面对很大困难 其中一个大问题 就是医护人员不足 国际医疗团队负责人海西博 连人导工作者都怕了来这里 恐惧更加由西非疫区 扩展至全国 美国接连出现伊波拉病例之后 国内对由疫区回来的医护人员 有更多顾虑 部分反国医护人员 要接受强制隔离 网上更加有 社交网站排斥他们 尼比利亚总统 斯利夫认为民众反应过敏 形容是恐慌 有分析认为 虽然美国出动军人 到西非协助抗疫 但是由于医护人员 和物资不足 和有效控制 仍然有一段距离 如果国际社会 不加大力度支援 疫情可能会不断蔓延 很多人都以为 多饮牛奶 可以令身体健康 挪落更加强壮 但不过 在今日出版的 英国医学雜誌BMJ 就发表了一份报告 得出研究结果 令人吃惊 至于每日 喝三杯或以上的牛奶 可能会令人更容易早死 而且不能够避免骨折 虽然报告的作者强调 还需要进行更多分析和研究 才可以作出结论 但是已经引起广泛关注 令人質疑 多饮牛奶有益的 传统观念是否有错 报告指出 瑞典一支研究团队 除得6万1千名年龄在39岁至74岁女士的资料数据 更进和观察他们20年 同时搜集4万5千多名年龄在45岁至79岁男子的资料数据 更进和观察他们11年 得出上述结果 当这个长期的研究和观察结束的时候 相信年龄组别的男女当中 有2万5千5百人已经离世 2万2千人试过骨折 报告指出 多饮牛奶未必可以降低骨折的风险 但是就可能和早死有关 各批女士当中 每日喝3杯或以上的牛奶 有1成8人在10年内死去 相比之下 每日喝1杯或以下牛奶的死亡率是11%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